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大龄电厂的更新改建计划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每一个工程都是一门学问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大龄新的机组烟囱工程 与一般建模灌浆的工法不同 烟囱利用的滑膜工法需要更精密的管控和不间断的工时 足足花了两个多月才建成这个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烟囱外观 位在高雄的大龄电厂 40年来肩负供给南台湾电力需求的重要任务 由于机组逐渐老旧 为了提升电厂发电效率 大龄开始进行更新扩建计划 而新机组中降低污染排放的重责大任 就落在烟囱工程的身上 烟囱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是说把两部以后发完电发电机的那个 那个相关的一些废弃 它是燃煤机组排放出去 所以它的高度跟它的液散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此烟囱对于说美度电来降低它一个相关 污染排放量的一个工作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 那目前我们也很顺利的在9月15号晚上4点钟把它完成了 烟囱工程的铜体采用的是特殊的滑膜工法 有别于传统的建模 灌浆 拆模 成型的过程 烟囱使用的是不停模 不拆模的方式 126公尺多的铜体只花了两个多月 就在工人们24小时三班制的不间断施工下顺利完工 基本上来讲的话滑膜的好之说 它做起来它的施工缝几乎是没有施工缝的 那表面非常的平滑 那对烟囱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而且它的工作安全度也比较高 由于滑膜工程不拆模的特性 混凝土的配比需要特别精准的控管 而事实上施工团队不论在进度 品质 公安等各项指标上 都顺利克服挑战 达成任务 电厂工程是艰巨的任务 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大龄机组 为台湾供电做出更多的贡献 台电公司高雄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